-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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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安大家好我是李宥 身為帶了小米手環5 兩年的忠實用戶 我覺得大家生活中有一個可以量測睡眠 基本運動數據 體積輕巧價格又不貴的智慧手環 已經讓我非常的習慣 我甚至一直推坑身旁的朋友帶帶看 那秉持買新不買舊的道理 我今天呢就要幫大家評測 5款2022年推出的智慧手環 價格會選落在5000元以下的款式 那這些我都實際配戴兩週到一個月的時間 那接下來呢我也會根據他們的 價格 外觀跟表面操作 App 介面數據 以及續航 運動實測等五大面向 把我最真實的心得跟大家分享 那我下方也會列出時間軸喔 踏游也可以直接跳到有興趣的片段觀看喔 這次的五位選手 按照價格由低到高分別為官方定價 1490元的華為 Ben7 1995元的小米手環7 Pro 3490元的 Fitbit Inspire 3 以及於2022年底才推出 號稱全球首款可透過指尖量測賣播指數 售價為3690元的 ASUS VIVO Watch Viarro 再來最後一款為4690元的 GARMI VIVO SmartFi 首先從外觀來看 華為 Ben7 可以說是五款中外表我最喜歡的一款 除了星雲粉這個顏色深得我心外 我覺得它表框採用霧面磨砂的材質增添了一種質感 1.47 吋方形Emily的彩色螢幕 表面不會過大 資訊也看得很清楚 而且有多達4000種以上的表面可以替換 非常適合我這種隨時想變換不同風格的人 至於操作方面 因為右側有一個功能鍵 所以使用起來很直覺 不知道怎麼跳回主介面 只要按一下功能鍵就OK 表面滑動起來也還算滑順 但在台灣喚醒螢幕的部分 跟其他幾款比起來是有稍微慢一點 接下來的小米手環7 Pro 是今天螢幕最大的選手 搭載1.64吋Emily彩色螢幕 邊框是用紡金屬外殼 單看的話會覺得好像跟智慧手錶一樣蠻高級的 但畢竟不是真的金屬 實際拿起來只有20克的重量 就會有種 嗯...它果然還是手環的感覺 不過因為它表面較大的緣故 整體滑動使用起來 是無款手環裡面我覺得最順暢的 螢幕了然的資訊還有隨顯的功能 也是今天評測的手環中最接近智慧手錶的裝置 接著就是今天螢幕最小的Phoebe Inspiratory 雖然它表面看起來並不小 但比較可惜的是它實際顯示的部分 只有中間約0.74吋的Emily螢幕 可以看到的資訊相對就會比較少 如果想在表面上直接看數據 就會需要比較頻繁的滑動 我自己是覺得可視範圍偏小 有時候看的眼睛會有點痠 那它雖然沒有按鈕 但是透過機身兩側按壓震動回到主介面 也還蠻直覺的 另外還想特別提到 雖然今天無款手環的錶帶都是矽膠材質 但還是有軟硬之分 Phoebe Inspire 3 是我覺得戴起來最軟最輕膚 睡覺戴著也不會不舒服的 再來下一位選手 它因為要預留做指尖量測空間的設計 所以整體機身會比較長 因為我算是手腕比較細的人 在穿戴上就會比較沒那麼貼合 如果希望偵測數據是準的 就需要較費心隨時注意穿戴位置 這款搭載的是1.34吋高反射式多彩液晶顯示器 跟其他幾款比起來螢幕亮度相對較低 在大太陽底下基本上是看不太到螢幕的 但因為這樣模組耗電量低也能著重在續航表現 這後面會再提到 不過在指尖脈搏量測上真的是讓我驚艷的 只要食指輕觸表面感測器 就能及時取得血壓、血氧參考值等數據 我自己覺得這樣看下來可能因為ASUS這款手環 主要定位在健康偵測上 所以在設計上著重的地方就會跟其他四款比較不一樣 最後是今天唯一一款不是彩色螢幕的GARMI VIVO SmartFi 搭載0.9吋單色OLED螢幕 它的外觀是今天的選手中我覺得最具有運動風的 雖然錶帶同為矽膠 但是外圈有做微微顆粒的材質 內圈同樣是平滑的接觸面 設計雖然低調又不會顯得太無趣 也同時兼顧了穿戴的舒適度 在操作的部分 表面上有一個功能鍵能快速返回主頁面 不像其他款左右滑動有不同的功能選項 這款都是以上下滑動為主 相對來說會比較單純好記 不過我在使用的時候曾經有碰到感應有些卡頓遲緩的問題 需要重複操作個幾次才會恢復正常 如果有要購買這一款的也可以詢問看看會不會是個別裝置的問題囉 那要穿戴智慧手環 除了可以即時偵測身體數據外 我們也很需要從APP中去觀看各項指數一段時間的變化 這時候APP見面好不好懂就很重要囉 那這五款智慧手環所要使用的APP全都不同 華為BEN7要使用的是華為運動健康 進去後可以看到在健康的主頁就會顯示各項數據 包含步數、運動紀錄、心率、睡眠、壓力、血氧飽和等 睡眠偵測的數據我自己覺得蠻細也蠻準的 它每天都會給你一個睡眠分數讓你直觀的知道自己睡得如何 還會幫你統整每週每月的睡眠狀況 讓你可以去調適睡眠習慣這點還蠻貼心的 整體來說我覺得華為運動的APP使用起來蠻直覺的 不太需要花時間摸索 那小米手環7 Pro呢搭配的是新版的小米運動健康APP 我之前用小米手環5的時候搭配的是ZAPLIFE 所以我是有一點不太習慣新版的介面的 比較可惜的是新版的手環是沒有辦法搭配舊版的APP使用的 但其實它的整體介面跟華為蠻像的 唯一一個我覺得的小缺點就是睡眠沒有分數指標 雖然還是有深淺眠的數據 每日睡覺的平均心率跟血氧飽和度都有 也會計算睡眠呼吸品質 但我私心會希望至少給我一個睡眠分數 我比較好一眼就判斷我們到底睡得好不好 Phoebe Inspire 3要使用的就是Phoebe 它的APP就比較多元化了 除了有基本的身體數據外 還有一些探索跟社群的部分 可以加入跟同樣使用Phoebe裝置的人分享彼此的狀況 也能作為督促自己的一種方式 而且Phoebe比較特別的是你所有的數據呢都是綁定在帳號上 就算你換了別的手機你只要登入帳號 數據都還是會做同步 就不怕記錄會不見 另外一點我覺得Phoebe在健康的偵測上更細緻了 除了睡眠的量測外 它還會根據你的呼吸率心率變異做出曲線圖 甚至連皮膚溫度也有記錄 這也是其他四款裝置沒有的 而且綁定信箱後 它每週還會寄一份進度報告給你 讓你知道你身體的狀況 不過呢它APP有些功能埋的蠻深的 會需要花時間摸索一下 而且如果你想要有更詳細的數據 還需要購買Phoebe的會員 這也是許多人在購買Phoebe會退卻的原因之一 ASUS VivoWatch 5 Aero 要使用的是ASUS HealthConnect的APP 我覺得它的APP看起來綠油油的 就很像一份健檢報告的感覺 除了睡眠基本偵測外 它還會記錄你的翻身次數 可以去評估自己的睡眠狀況 另外比較特別的還有它們主打的 紓壓指數這項指標 它會自動幫你記錄每天最高及最低的血壓 而且它是搭載雙面感測的功能 前後可以同時測量 官方也有提到 新念圖的功能會在2023年釋出 雖然它整體的APP比較簡單 不過呢在健康量測上 不像其他款手環還需要綁定器材 才能量測血壓 所以這樣看來還是有相對優勢的 再來Garmi Vivo SmartFi 使用的是Garmi Connect App 是這五款中我最喜歡的 整體APP界面很有設計感 向下滑動就可以快速看到所有的數據 不用再分別點進去看 其中我最喜歡的 就是有Body Battery 身體能量這項指標 你可以知道自己目前還有多少電力 這個是我真的覺得蠻準的 比如說我前一天睡得好的話 隔天的分數就會相對高 那通常過了中午後就會開始慢慢往下掉 那我記得我下班的分數 大概都是20分30分左右 還曾經有到個位數的 那個時候真的有種體力耗盡的感覺 而它在睡眠偵測的部分 也會有翻身、脈搏血氧、呼吸等數據 紀錄也蠻詳細的 不過跟Phoebe一樣有個問題 就是在手環設置相關的部分 在APP中會隱藏在比較深的地方 因此也需要花時間探索一下 以我自己的使用習慣來說 續航是我會蠻在意的 那經過我帶一個月實測下來 有開啟LINE、IG通知、心率、血氧、睡眠監測全開下 Phoebe的續航是最好的 平均可以到達快10天 華為大概7天左右 小米手環7 Pro如果有開AOD的話 大概3天要一充 沒開的話也有約7天左右 ASUS大約5天 至於GAMI是當中續航比較弱的 平均3天要充一次電 這讓身為電量恐慌的人 是有一點點焦慮的 不過這個實際狀況也會因每個人的使用而異 以上數據就僅供參考囉 那麼這5款智慧手環 在運動偵測上的表現怎麼樣呢 它們都有支援5ATM的防水 也是可以帶去游泳的 在運動種類的部分 除了小米手環7 Pro 有到上百種的運動外 其餘4款都是比較基本的運動項目 那因為我平常沒有游泳習慣 所以這次實測項目 主要會以重訓、跳繩跟戶外跑步為主 基本上這5款在重訓的偵測上 都是以時間、心率監測、消耗熱量為主 只不過ASUS沒有重訓也沒有室內訓練等 我就會比較難選 最後只能選核心項目 不過因為這些數據對我來說 本來就是參考用 我覺得體感上差異並沒有太大 再來是跳繩部分 因為華為跟小米都有跳繩項目 那其中華為比較讓我驚豔的 就是它會有跳繩次數 還有半繩連跳次數 雖然有時候會少上我跳的次數 讓我必須多跳幾下 但我還是覺得這樣蠻酷的 而小米則是針對跳繩次數、心率做基本的統計 至於其他款手錶在跳繩紀錄消耗的熱量 相較起來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即便沒有跳繩項目 還是可以做個參考用囉 再來就是戶外跑步實測的部分啦 請看VCR 好 我現在手上帶了五支運動手環 它們都是有內建GPS的功能 就是說如果你不帶手機出門跑步 它還是可以幫你量測到像是配速或是距離等等的基本數據 我現在手機是放在公司 那我們直接來跑步試試看吧 那實際跑下來其實五款都是有距離配速跟時間的 除了當下能直接用手錶查看配速外 華為Phoebe跟Garmy的部分後續也能在APP中查看詳細的數據 小米7 Pro跟ASUS還有更進階的功能 就是能顯示GPS地圖定位 小米是可以跑完當下直接用手環查看 ASUS則是後續用APP追蹤 不過相較起來我覺得ASUS的定位就會比較飄移一點 但整體來說我覺得不帶手機出去跑步 能有這樣的數據已經很厲害了 好的看完了五支手環的評測 最後還是要將它們的基本功能統整出來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自己覺得隨著智慧穿戴裝置發展逐漸成熟 各家廠牌其實差異也越來越小 不過我還是簡單就我的使用心得做出了採購建議 我覺得如果你是注重健康數據想要深度了解身體狀況 那你就可以選擇Phoebe跟Garmy 而且他們的表面比較小 手環上面可以操作的功能也不多 你也不用擔心會一直想看表面而分心 那以大小來看年輕人會比較適合 那如果你有多樣運動需求的人 小米就會比較適合你了 而且有GPS定位這一點 以CP值來說算是不錯的 或者說你只是要一個基本量測數據的裝置 喜歡漂亮外觀 愛換表面的女生 就可以考慮華為 如果只是單純想要一個精準量測身體數據的裝置 那ASUS會是不錯的選擇之一 那以上三款也可以作為送給長輩的首選 好那看完今天五款智慧手環的評測 他有沒有覺得哪一隻是最適合自己的呢 或是有哪一個遺珠我是沒有介紹到的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囉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喜歡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黎佑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